2024海战大片《沉没的舰队》正式播出 剧中精彩场面不输滨海陷落 也是现在战争中少有的小日子 对抗美军航母编队的影片 故事从日本出资建造的最新型核潜艇海蝙蝠号开始 虽说这艘潜艇是日本出资建造 但他们却不得不将潜艇交给美国第七舰队 不过这艘潜艇的艇长仍然是日本山坡号的海江田四郎 这大概意思就是日本出武器和人 但一切行动必须听令于美军 潜艇试航出发前海江田四郎向与他们同行的上校提出 让自己的艇员对潜艇做一次最后的检查 虽说美军之前早已做过全面的检查 但艇员检查自己的船也不过分 所以上校还是很痛快地答应 殊不知就是这个看似正常的检查 为后来海江田四郎对抗美军航母舰队起了重要作用 几天后这艘潜艇正式驶向太平洋与美军一起进行军演 船上除了这名美军上校作为顾问与他们一起同行以外 其他所有人员均为海江田四郎的部下 这次他们大概要行驶五小时 与美军的基维斯特号潜艇会合 然后再上府与他们并排巡航三十分钟 之后再向西返回日本的美军港口 虽说这看上去只是一个简单的任务 结果最后却让上校亲眼看到海江田四郎 用这艘潜艇单挑整个美军第七舰 很快他们就快接近目标地 这时海江田四郎和部下却隐隐感觉等着他们 应该不止基维斯特号这一艘潜艇 肯定还有其他潜艇在周围埋伏 试图捕捉他们的声纹 接着声纳就发现有目标靠近 他们通过声纹分析 正是基维斯特号攻击型核潜艇 这让上校不由地感慨到他们这艘潜艇的先进场 竟然比美军早一步发现目标 随后海江田四郎让手下开启主动声音 没想到结果和他们猜想的一样 等待他们的除了基维斯特号以外 附近还有两艘潜艇 而且同样也是美军第七舰队的核潜艇 见到是这种情况 海江田四郎决定对他们来一次叫醒服务 不过上校却没搞懂他什么意思 就当上校询问时 他马上让武器员准备好八号鱼雷 听到是这个命令 这下把上校吓得不知所措 急得他一边连忙制止 但这时的海江田四郎根本没拿他当回事 直接让手下锁定完目标后 快速发射一枚鱼雷 很快基维斯特号声纳就发现有鱼雷来袭 这位艇长怎么也不敢相信 一艘刚下水的星舰竟然敢对他们发起攻击 他立即下令让潜艇又满过全速前进 可一时间潜艇想从静止状态快速改变好些 恐怕是没这个时间躲避鱼雷了 很快鱼雷离他们越来越紧 见来不及了 艇长只能立即让所有船员做好防撞姿势 直面这次攻击 但他们怎么也没想到的事 就在鱼雷离潜艇只有五米半时 他竟然自爆 原来这只是一枚阴暴鱼雷 阴暴产生的冲击波 让美军声纳员痛苦不堪 也就在这间隙海江田四郎下令 让潜艇快速向着深海使去 几分钟过后 美军声纳就彻底丢失了目标 这把美军艇长气得差点也恨西北 而海边福号内上校 因为海江田四郎刚刚的行为 决定强行解除他对海边福号的指挥权 不过这时艇上却没一人听命于上校 艇员都纷纷起身与艇长共同面对他 见此情形 他只能毫无反抗地被艇长卸下手中枪 随后被艇长控制起来 很快夏威夷太平洋舰队司令部 就收到海边福号叛逃的消息 同时日本内阁对海边福号事件 也做出了研究 他们首先考虑的是 如何与海边福号的行动撇清关系 而且还要在美军面前表明自己的立场 于是他们决定派出了利波号潜艇 去抓捕海边福号 与此同时 深处太平洋的海边福号 由于一直没有发现有追击他们的信号 艇长决定先上服休息一段时间 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 他们刚刚上服没多久 美军的P-3C反潜机就发现了他们 然后迅速向海边福号 发出了反党的消息 而且还强调 如果无视命令 他们将不得不发起进攻 可几分钟过后 美军却一直没得到他们的挥 很快他们的敌我识别系统 根据交战规则 海边福号现在的状态是敌对 于是司令让他们立即发起攻击 收到命令的P-3C反潜机 立即改变航行 飞到海边福号正上空 见到这样情况的海江田四郎 立马下令潜艇紧急下潜之一迁 就在他们紧急下潜之际 P-3C反潜机已经飞到了他们正上空 并且还打开了投弹舱 不过这时的海江田四郎却丝毫不担心 因为他上浮潜艇的目的 就是为了给美军证明 看这艘潜艇的先进程 很快P-3C反潜机 就投下了第一枚反潜弹 瞬间海面就发生了大爆炸 不过好在海边福号下潜的速度够快 潜艇只受到了轻微的震动 但他们知道还有第二波攻击 于是艇长让他们现在 以全速向一千米前去 接着第二枚炸弹很快就被投降 这次爆炸产生的冲击波 却没让他们受到半点影响 可见这艘潜艇下潜的速度有多快 没办法美海军私命 为了不让这艘潜艇威胁到美国 只能通知第七舰队航母战斗群 让整个舰队去捉拿海边福号潜艇